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同学们晚上好 今天经济学人精品写作课第十一期 第二课的第二课时 那我们上一节课呢 主要在讨论这个一些比如说强调剧 然后还有如何做引用 然后包括经济学人他对官方的这个写作指南给出的写作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然后给大家留了一个小小的思考的一个小任务 就是去思考像经济学人这样子的文章和我们平时写的一些硬式型的这种 比如说亚斯托弗 甚至包括是一些像这个高考里面的这种电子邮件 或者说考研里面的这种议论文有什么区别 然后不同的文体的区别是否会导致不同呢 这个写作风格或者说写作语气 谢谢 这里杨同学说感觉要根据不同的目标读者群体来选择问题 写给教授看的论文要写的正经点 然后如果是像经济学人这样子的这种社论型的议论文 需要写的活泼一些 好让读者能够更好地接受观点 很有道理 那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是写给教授的文章 我们是否还需要考虑 昨天那节课我们提到过的认知附和的这个问题 我们是否还要去尽量避免使用一些过于专业化的学术词汇呢 不用就是可以随便使用这个学术词汇是吗 感觉教授比我们更懂 那其实在写学术论文的时候 我们依然是要注意不要过多的堆砌这个学术词汇 比如说如果是在写一篇关于经济的文章的话 那其实有一些 那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概念 或者说默认业内都知道的概念 比如说通货膨胀 那就是不需要再去解释的 但是如果说要用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模型 或者一个比较新的概念的话 那这个时候还是建议要稍微去解释一下的 比如说现代货币政策 这个modern monetary policy 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新的 或者说比较新兴的这么一个理论学派 那还是有必要再多提一嘴 再多解释一下 对也没有必要去故意写的太复杂 好那说回这个精细学人的文章 其实我们在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外刊文章 其实大多数叫做column writing 也就是专栏写作 而不是简单的这种陈述性的一个新闻报道 那所以这个column writing 首先它第一条就是contain writer's opinion 那它是包含着读者自己 包含着作者自己的这个观点的 同时呢 它是在尝试通过这个文章来传递一些 它的这种价值观 或者说是对某一件事情的评判 那又是传递他自己的观点 然后甚至是会给出一些建议 比如说像我们这一次学习的这一篇 Creative Seduction 那它其实在后面第七到九段 都有给出建议如何可以获取成功 好那然后我加粗的这个部分是 Write Freely Without Following the Accepted Boundaries 那这一句话怎么理解呢 Write Freely Without Following the Accepted Boundaries 这个地方的Boundaries指的是什么的限制呢 那这里主要指的是两方面 一方面是文法上面的限制 那也就是说 像我们昨天见到过的Fragments 或者Uncompleted Sentences 对表述上面 那它的这个语法上面的限制是比较少的 甚至一些明明是看起来是语法错误的句子 也是可以出现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语气上 那在语气上 这个Cowin Writing 它并不一定就是非常严肃 非常严谨的这样子的一种风格 是可以有作者很鲜明的个人特色的 比如说常读经济学人的小伙伴们 肯定就指导像 这个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专栏叫Bertoby 那这个Bertoby的专栏 它的风格就是短小精悍 然后语言是偏这种幽默犀利的感觉 那但是呢 对于Argumentative 对于我们平时讲 或者说对于我们平时讲的 这些学术性写作总体来看呢 那它的这个要求会更加严苛一些 那首先呢 在学术性写作里面 必须要有一个 A clear, concise and defined thesis statement that occurs in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e essay 好 那意思就是说 是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 并且非常defined的 意思就是这个 非常清晰的 这样子的一个核心立场 而且一定是在文章的第一段 如果这篇文章不是一篇很长的 超过一万字 或者七八千字的学术论文的话 那通常在第一段里面 就是会有核心的这个立场 或者是核心的研究问题 那这也是 那这也是为什么 经济学人的 或者说其他类似的这些外刊 它的一个写作格式 并不适合我们照搬到 这个考场作文 或者学术性作文里面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会发现 比如说像今天 我们在学习的这篇文章 它的这个核心的讨论的内容 如何让海外抖音 如何让TikTok重获成功 这件事情的话 这个论点 它是在第四段之后才亮出来的 那他们的前面的一二三四段 都是在做一个背景的引入 做一个这种铺垫型的工作 但是呢 这个写法在我们平时 尤其是这种四五百字的 雅思或者托福的作文里面 是绝对不可以的 那introduction 没有必要拆成两段 在第一段里面 就应该明确地给出 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那另外因为是学术性写作 所以就更强调这个 clear and logical transitions 也就是我们昨天讲到过的 coherence 逻辑的连贯性 那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不应该使用一些 很松散的逻辑词 比如说在口语当中 我们可能经常会使用 这个and这个词 来含糊掉很多的逻辑关系 这个and没问题 欢迎欢迎 那这个and它可能 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简单地 表示一个平行结构 就是我们在说话 说着说着 然后就想起来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事情 哪怕这个事情是起到这种 小转折 或者说小递进 也是用and的 好 乐视同学请说 有什么小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然后一起讨论 看看能不能解决 在乐视同学 在他敲打了 他的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就先继续讲 那这个 因为文体的不同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造成了 语气上面的一些差别 那对于Column Writing来讲 他的语气就像 刚才我们说过的是 个人风格比较明确 那他是比较personal的 那另外他的一个特点就是 他有一种像是 一个老朋友坐在你的旁边 给你娓娓道来个故事 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总体给人的感觉 是比较casual 比较轻松 比较非正式的 乐视同学说 学术文章最后一段写观点 第一段写statement是吧 这个 我没有 我没有太理解 你题目里面的意思 因为按照英文的 这个学术写作 英文的大论文的写法的话 那在 第一段 或者说至少在introduction 也就是 整篇文章前 百分之十的 这个篇幅里面 就应该明确地 给出一个 范围清晰 然后 定义准确的 这么一个 research question 你的研究问题 或者说是你的历史 好 然后在conclusion的地方 其实更多的是 写对研究的问题的一个回应 然后包括 可能这个 这个话题 未来你认为是会 往哪一个方向推进 去点一下可能的方向 这样子 因为我本人这个学术训练都是 接受的是 接受的是这个 英文的教育 所以我不是特别清楚 如果在中文里面 也是适用同样的规则 所以这个事情 可以再去double check一下 我刚才说 最后一段写 写观点是吗 那对于学术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口误 或者是可能 对那一般来讲 我们是在这个introduction 是在开头段里面 去亮出自己的观点 而不是说 在等到很多段 第三四段的时候 像我们今天学习的 这篇文章这样 在四段之后 才亮出自己的立场 对那just to clarify 好那希望我们大家 现在是都在 同样的一个理解 理解上面的 好那说回这个 argumentative writing 说回我们刚才说的 学术性写作 议论写作 议论文写作 那议论文写作呢 就它的语气上面来讲 就完全是 专栏写作是很casual的 这个学术性的写作 就会比较formal 会比较authoritative 它会比较听起来 是比较严谨 并且说的话 尽量都是要有一些 权威性的一些证据 去支持 去backup它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 这个专栏性写作 刚才我们也说了 它可能是会 有作者对于某一件事情的评判 是包含了他自己的这个 很明确的价值观 在文章当中的 但是呢学术性写作 对尤其大的学术论文的话 那通常它是需要做到 是尽量避免这种 比较偏颇的表述 比较有偏见色彩的 这么一些用词或者用语的 所以它通常是less biased 好那不同的语气呢 也就意味着在 写作的措辞上和文法 和这个写作手法上 也会有区别 那一般来说 这个议论文的语言 会更加的平实严谨 那这两个词 之前詹玛老师在回应 群里小伙伴的问题的时候 也有提到 这是学术性写作用词 最大的一个特点 那平实这两个字 不是说我们就不能用一些 比较高大上 或者说比较厉害 的普通 很常见的词语来用 并不是这个意思 那平时它的意思 主要是说 要避免使用修辞手法 或者说 就基本不使用修辞手法 那这是因为修辞手法 它主要是从 情感上来打动读者 但是对于 学术性写作来说 以礼服人才是最重要的 那也正是因为 这个原因 所以说 我们的这个 学术性写作的时候 在有一些 比如说像雅思的大作文 或者说 在做一个学术论文的时候 我们是不应该使用 自己的这个个人经历 作为 作为一个例子 出现在文章当中的 那在很多考试的 评分标准当中 其实都会提到说 exemplification 或者evidential support exemplification 它的意思是例证 evidential support 是这个 这种提供 这种事实型的证据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是使用 自己的个人经验的话 那它其实是一个 这种比较个体的 甚至可能是一个 比较片面的 这么一个 或者说 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那这些例子呢 其实它的整一个 可推广性并不高 也就 也就是说 我们很难把 某一个个人身上 发生的故事 推广成一个 群体经验去使用 那这对于 论文的论证来说 其实是一个 比较忌讳的事情 因为这就说明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论证 或者说论述 它是基于一个 不怎么有代表性 不怎么 不怎么典型的 这么一个事情上 进行的讨论 但是呢 反过来看 这个column writing 发现 这一篇文章当中 其实作者 他就举了很多 以他自己为例 发生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在第一段当中 还有在第二段当中 那他就讲 讲了自己 刚下载抖音的时候 的所见 那这个是要 特别注意的 就是举例子 这件事情 take myself as an example 在argumentative里面 严谨的来说 是应该尽量避免 甚至不使用的 好 那希望这样子的 这个小小的对比以后 大家可以更加 在清晰外刊的时候 有哪一些这种表达 或者说 有哪些句式结构 和这种修辞之类的表述 是我们能够积累到 我们平时 偏学术型的 英文写作当中的 有哪些呢 是只是 对于我们的 这个知识性储备 或者知识储备 或者说 对于扩大阅读量 来做的积累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一起进入第三段 那在昨天的时候 我们提到过 在第二段的fragment 也就是这个 未语缺失的 这个表述之后呢 紧接着第三段 又出现了一次fragment 这个about time 那about time 它立马就会有一种 给读者画重点的感觉 随后呢 在这一段当中 两次出现了 在第一节课当中 詹马老师分享过的 先做小让步 再来强化观点的 这么一个写法 来强调TikTok的 成功之显著 那在这一段当中 我们一起来积累一个 常见 但是不容易用好的小词 叫做notwithstanding 那这个词 它比较难用好 或者说看起来 用法比较困惑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词性非常多 它既可以作为 一个介词出现 也可以作为一个副词 它更可以作为 一个连词 好那我们大家 一起来看一看 这三句句子当中 这个notwithstanding 它分别做了 哪一个词性出现 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 看一看这三句例句 然后大家可以把想法 发在我们的讨论框里 就可以直接打 一是prep还是adv 还是conjunction这样子 借此复词连词 样同学说就是借此复词连词 按照这个上面的排列顺序 借此复词连词 第二个应该是最好判断的 这个notwithstanding 它放在enter的后面 那肯定是形容动词 修饰动词 肯定是一个复词 那这个 一和三 借词和连词 大家是怎么判断出来 它们用法上的差异的呢 看来大家都很快就get到了 那 这个借词和连词 借词后面加名词 连词后面加句子 还有同学有其他不一样的想法吗 句子逻辑关系 但是我看第一句和第三句 感觉都是转折关系啊 我都可以理解成 虽然天气不好 我们依然很 第一句虽然天气不好 我们依然很享受这个假期 第二 第三句的话 虽然它卖了很多的财产 但它的这个 它的债 它依然是债态高注的一个状态 那从逻辑关系来讲 这两句话应该都是转折的逻辑关系吧 对 二是肯定最最简单的 因为这个notwithstanding形容enter的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句子 第三句有两个动词 所以说是有has和are两个动词 第三句如果把that去掉的话 这句句子是 这句句子是错的 是不可以这样子用的 第一句可能代替为 despite despite the poor weather we enjoy the holiday 但是第三句不能用despite 所以是因为despite是一个 借词 然后判断出来第一句话 是一个借词嘛 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虽然说这个靠代入其他词来判断是OK的 但是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刚才有同学 有同学说到过的 对 就是这个第三句话里 首先它有两个动词 那所以 必须是要靠连词 要靠conjunctions 才可以把两句句子给串起来的 然后另外就是更专业一点的说法的话 这个就像刚才有同学提到过的借宾结构 对 那我不知道大家在写作的时候会不会非常纠结 去判断这个地方应该用什么样的词性的词啊 但是总的来讲 刚才有一个同学总结的也很对 这个借词的后面基本就是跟一个词组 然后这个如果是连词的话呢 它后面可以跟一个句子或者是通句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文章当中 这个notwithstanding 它是什么词性呢 notwithstanding a judge's decision on January 11th 这一句话 借词非常好 因为它后面跟的是词组 yes 那刚才已经有同学提到过了 说可以把notwithstanding换成despite 那想请问大家 这三个词之间 oh sorry 这里有一个这个打字错误 不好意思 这个notwithstanding in spite of和despite之间 用法上有区别吗 还是它们就是完全一样可以替换的 首先despite应该是最常见的 那in spite of呢 词性不同 但是刚才有同学说判断这个notwithstanding 它是一个介词 就是因为in spite 那个地方可以替换成这个despite despite的确也是一个介词 我们现在就考虑notwithstanding的这个介词 习性 那这三个前置词或者说前置短语 虽然都有尽管 然后虽然这种意思 但是呢 despite的语气实际上是 despite要加despite的fact that 很好 这词它本身其实是不能接这个句子的 是要加despite的fact that 然后才能接句子的 是的 没错 那despite这个词呢 它指的是不受某件事情 或者某个原因的阻碍 它的语气其实是轻于in spite of的 那这个地方in spite of 是这三个词当中语气最强的一个词 它的语气最强 当然了 它如果实在要和despite替换 也是ok的 在这三个词里面 notwithstanding它是语气最弱的一个词 它仅仅表示一种障碍的存在 这样子 就没有说这个阻碍是一个非常 非常大的一个阻力这种感觉 那其实作者 尤其是像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专栏作者 他在选择词语潜词造句的时候 其实他是有这些小心思 小安排在里面的 那我们平时在考试的时候 当然为了方便 可能可以把in spite of和despite 直接就去做一个替换 但是如果能够积累 或者说更进一步的去辨析一下 它们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区别 那可能就会更好 好那我们来试一试用这个 notwithstanding来写一句句子 这里说尽管我们意见不一 我们密切合作 富有成效地推进了 整个研究过程 然后这里放了一个叉语 那我们缩小了 这个研究范围 定义了关键术语 并且呢 概述了其中的一些方法 这个方法可以写方法 也可以写方法论的那个方法 method methodology都可以 感谢观看 可以考虑一下 根据我们刚才提到的 notwithstanding的不同的词性 然后后面的这个 我们就需要调整 使用不同的 可能是使用词组 也可能是使用从举 那期待大家的这个答案 notwithstanding the division of opinion we work closely and facilita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discovery in a productive way 很好 那样同学的想法是 用notwithstanding做介词 然后去做了一个动词的平行 work和facilitate 感觉是有一点点 小逼近的观词 先是work closely 然后再是facilitate any other attempts 大家还在想如何组织语言 样同学也可以想一想 这个in a productive way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来说 再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 加油加油 尽管我们意见不一 但我们密切合作 会有成效的推进研究过程 那后面的这些是 对研究过程的一个解释 如果来不及写 也可以先不写它 notwithstanding the differences and our opinions we worked closely together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productively of our research 这个地方 语续是不是需要稍微调整一下 and同学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说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progress productively 那这样子就不用把of等等 放在后面 因为不然感觉productively ok或者we productively promote our research 也可以也可以 或者像我刚才说的这个 直接写这个 直接写这个research progress就可以了 Yulia 不知道我的发音 对不对 同学说 notwithstanding that we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at issue we are still 这个地方要注意 好像有一个silly mistake 有一个dizzy tool we are still work 应该是we still work closely we still work closely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progress efficiently 那这个地方 在写文章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冗余的问题 手滑 理解 理解 比如说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 at the bottom of the sea floor 那这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冗余 因为at the bottom 在底下 Sea floor 也是讲海底 就是最底下的这个位置 那这就是一个冗余的问题 所以比如说 这边 对 没错 那刚才的这句句子里面 our different opinions 然后其实on that issue 其实就可以省掉了 我们看到大家都陆续写好了 那我也把我写的分享 分享在这个PPP上 我们可以解决一下 那我写的是 Not withstanding our differences of opinion we work closely and fruitfully together to advance the research progress marrowing the scope defining key terms and outlining the methodology 因为我发现 大家好像都使用的是动词的平行 要么是work and promote 要么是work and facilitate 那这里我用的是一个副词的平行 我用的是closely and fruitfully 那这因为这个fruitfully 它就直接就是强调是很成功 然后 然后用了一个to advance 去表示 用这个to去表示目的 目的是去推进这种 research progress Augus同学说 Notwithstanding the differentiations of our opinion we still work closely and promote our research progress OK 完全完全OK 对 只是我们大家的这个平行的位置不太一样 但是最后表达出来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然后 大家使用的都是用Not withstanding做借词的这个想法 那这个想法是完全OK的 非常好 那在第四段当中就开始解释TikTok的成功秘诀 也就是它背后的算法 那算法 我们昨天提到过 它又是一个非常专业性的概念 如果直接介绍背后的原理的话 这篇文章整个看起来就会太过于学术 太过于说教了 那同时也一下子把这个目标读者的这个阅读群体的范围缩得很小 或者是把门槛拔得比较高 那所以呢 作者就采取了一个代写议论文的时候 常用的论证方法是做比较 making comparisons 通过把TikTok的界面和非直西方世界这个社交媒体的老大主 去进行一个对比 然后读者呢就可以很快地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 并且可以直观地感受到TikTok在页面设置 包括后续的算法上面的这个优越性 那这里我们就重点看一看unlike这一句话 首先要注意在写比较的时候 要注意比较的平行 那相信这个读过语法书的同学应该会听到过平行比较结构这个说法 那比较结构也是需要平行的 比如说在前面是Facebook的rolling feed是这种滚动下滑式然后一页上面出现好几个小板块小泡泡型的这种阅读界面 那这个是rolling feed 直接和TikTok去做对比我应该和TikTok的界面去做对比 所以它前后都是界面和界面做对比 非常平行的 什么东西 什么app的界面 什么app的界面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才是平行的 那这个看起来简单 有的时候我们写着写着就忘记掉了 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个事情就比较不能说着说着就其实变成是两件没有办法类比或者没有办法平行的事情在那边比了 那类似于unlike这样子表示比较逻辑关系的词还有很多比如说很常见的comparative 比如说 in comparison to 比如说 in comparison to 再比如 why or whereas 等等等等 那这里可以在日常英语学习当中把常见的逻辑词去进行一个分类比如说分成因果转折比较递进这样子几大类 然后呢把自己知道的词就首先整理到这个列表里面 然后在平时的阅读和其他写作的学习当中如果是积累到了新的某一个类型的表述 就可以把它寄到这个这个类别下面那日积月累这个 并且呢在平时的练习当中有意识的去多多使用这些新的表述那一段时间下来以后 这个大家就会发现不再只有比如说a causes b或者a leads to b 这样子的比较普通比较朴素的这种表述方式了也会有更多的说法 那是在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帮我们去做一个同意替换同意改写 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好那说回做比较这件事情 那这个方法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非常快的 并且可以帮助我们把抽象的概念说得更具体 那我总结了一下常见的或者比较常用的做比较的方法有这几种 第一种呢是 时间上的对比 或者说古今对比 说在几十年以前还是怎么怎么怎么样 但是现在呢就不是这样子了 或者几十年以前这个顿顿吃猪肉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但是现在呢猪肉就变成了非常 股猪非常频繁和米饭一样普通的这么一个 等于家庭地位快 那另外一种呢是陌生的事物和熟悉的事物去多多对比 比如说在我这边有电流声是吗 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调整 现在没有了 可能可能是网络不好卡了一下或者什么 好那另外一个是熟悉的事物和陌生的事物去进行对比 那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强调过TikTok这个东西 它尽管在国外非常火爆 但是不是每一个经济学人的读者 它就下载了TikTok的 那可能有的人是真的不知道TikTok 它是如何使用或者它界面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那这个地方其实用的就是这个 Facebook呢就相对来讲用户的数量 或者说它的这个流行程度那是更高一些的 所以它就用了一个熟悉的东西和一个 相对来讲没那么熟悉的东西去做对比 那其实可以更快的帮助大家知道 哎这个没那么熟悉的东西它有什么特征 好那第三种那其实这个抖音和Facebook界面的对比 也可以归到第三种里面 第三种呢是这个想要重点突出的事物和它的竞品做比较 那因为抖音和Facebook不可否认 他们都是社交媒体现在的这个龙头的位置 所以拿他们两个是两个有竞争关系的东西去比较 也是更加可以一目了然的帮助读者去了解到 现在想要突出的这个TikTok它的界面有什么特点 就直接写与竞品 好那最后一种呢是如果这样做和如果不去做对比 比如说当我们讨论大学生是应该这个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专业 还是根据自己的还是根据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 或者说一些金钱因素选专业 那我如果要说是根据金钱因素选专业的话 我就可以说如果他们不根据金钱因素的话 这就是一个典型 如果不可能在毕业了以后 他们会发现自己在大城市生活下去都非常困难 这就可以更加进一步的帮我们去突出我们的这个立场 我们的想法就是为了从这种实际角度出发去选专业 那它有一个更大的好处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的这句话 说eating fast food is a more affordable choice 那说明这一段的重点是affordable 但是affordable这个词它非常的笼统 非常的抽象 我们想要通过第一个是通过做比较把这个论述去进一步的往下推 然后第二个呢也是把affordable这个词去更加坐实一点 更加具象化一些 让大家让读者可以理解我们在说affordable的时候是在究竟在说什么意思 那大家觉得这个fast food我要做对比的话我可以用哪一种做比较的手段呢 时间上对比还是陌生与熟悉的对比 与净品对比或者是如果吃fast food和如果不吃fast food的对比 有同学说与净品做对比 然后也有同学说用如果不来做对比 那如果用如果不的话 能不能分享一下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写作思路呢 安同学是选择与净品做对比 并且给出了很明确的净品 轻食 让轻食对食材要求比较高 但是fast food不是 那对食材的要求高 然后我可能还需要再来一句话的解释 但是在多一个逻辑推理才能推理到 哦很好所以成本高一些 对那就需要这个click要补上 大部分同学都选择与净品做对比 那我在准备这个sample paragraph 在准备这个示范段落的时候 我也是去选择使用这个净品做对比 那但是呢我选择的是 第一个是把在快餐厅吃饭和在其他的餐厅吃饭做对比 第二个是我做了两个对比 第二个对比呢是把快餐和家里做饭做对比 好那首先和在其他餐厅吃饭做对比 我说的是这个在去快餐店吃饭 不是一件很多人会认为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的 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接着我又多说了一句 我说是那他不仅不奢侈 事实上还有一些人说这个吃快餐 甚至是比自己在家里做一顿饭更便宜 所以这里我挑了两个净品 一个是home mate 一个是其他的这些 就是这种 其他常规的这种饭店餐厅 但是跟大家的思路基本都是一致的 就是用净品来做对比 那包括刚才小安同学说的 去和轻食做对比也没问题 好那大家会发现 只要善用这个做比较的这个手法 其实文章是很容易能够写具体的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比较忌讳或者说比较担心的 写着写着就开始喊高调子 开始感觉像是在写我倡议什么什么 应该怎么怎么样 这个调子起的比较高 然后但是呢 英文和中文不太一样 可能中文的议论文里面 这样子的写法是可以的 但是在英文的议论文里面 我们是需要有很多的细节 是不怕事情写得太细 只怕事情写得太笼统太模糊 那所以用这个做比较的话 就可以很快的帮助我们 把一个比较笼统的 比如说像affordable 或者说像方便 像什么实用省时间 这种比较笼统 比较模糊的词 就立马把它写具体 然后用一个具体的例子 带着读者往前走 那这个时候读者 其实是会更多一点的 好 在第五段的滑线部分里面 又出现了一次做比较的写法 把中国的社交媒体市场和 与之相比稍微显得有点 放在一起 那又是在进一步的强调 TikTok的优势 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 在第五段和第六段 文章来到了第二阶段 相信做过预期的同学 一定有印象 第二阶段是 在完成背景引入之后 才开始提出核心问题 也就是TikTok是否能够获得 业务上的成功 那其实后面的 这个第五第六段 如果要严格的按照 我们平时的议论文的 这个分大段来说的话 那到了第五第六段 这个introduction 才是真正的结束 这是introduction的最后部分 然后后面的 七八九 包括十十一 是对于能否获得 业务成功的一个 双边的一个讨论 那这个地方 在第六段里面呢 又接着讨论 营业收入问题 并且在最后一句当中 他提出了 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TikTok 他有没有可能会 动摇这个美国的 或者说硅谷主流的这种 社交媒体的商业模式 那这也是对前一段当中 中国市场和美国硅谷的 这些传统互联网大厂 一个对比的 又一次回应 所以这个作者 他在写文章的时候 是常常记得去提醒读者 我前面的东西是 我前面的这个比较 或者说我前面的论述 是有意义的 那这个做法 也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在预习的时候 发现这个问题 就是文章行至第六段 整体它的语言风格 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前面的语言还是 都是比较casual 比较随意 像是这种 娓娓到来似的 这种甚至有点 口语化的这种表达 但是呢 到了第六段 这个整个语气和语言风格 就变得非常的正式 那所以说在这一段里面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 值得我们积累的一些表述 那这些词也可以看成是 很多常见词的替换词 去进行积累 首先第一个词是abortive 那abortive这个词 它的词根是我们 应该比较熟悉的 abort 那表示流产的意思 比如说这个 abortion对吗 那所以呢 它作为形容词 就有这种计划流产的感觉 就它表示失败的 夭折的 或者说没有结果的 那这个词 它相比下面列的一些 敬意词 比如说unproductive ineffective 或者甚至failed 这样子的词来讲 它的语气就显然是正式很多 那它经常是和 一些像比如说 attempt 这样子的词去进行搭配的 比如说an abortive attempt 那没有说an abortive person 这样子的说法 那这个地方 我们在积累词语的时候 要特别特别注意 就是这个词语 它适用的语境 究竟是哪些 有的时候是不能简单粗暴的 看中文的意思 都是失败的 然后就去做一个 替换的 那这样子反而 是一个扣分项 好 接着后面一个词ensue ensue这个词呢 它和follow是一个 敬意词 但是也是一样的 它比follow更正式 然后follow这个词 可能没有 一定讲在速度上 是紧接着的这种感觉 但是ensue的话 它就有事 一件事情完了 紧接着下一件事情的 这种感觉 接下来 abheaval这个词 如果是经常读 这种和政治相关 或者和经济相关的文章的同学 应该是见到过的 abheaval 他讲的是这种 动荡 或者说 动乱这种意思 比如说像 刚才我提到的 political abheaval 或者 currency abheaval 这两件事情 目前日本都在经历 那如果 再接着往下读 发现这个disarray 好像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然后如果去查字典的话 这个disarray 它的意思是混乱 感觉好像和动荡差不多 但是呢 他们两个的使用场景 不太一样 那这个disarray 和abheaval 我各准备了一个例句 我们可以看一看 他们直接那些小区别 然后 然后 关于 disarray 这个 many worry that the deaths of 神兽阿费 will add to the disarray in world markets 或者 in Japanese currency markets 我不知道大家 可以感觉出来 这两个字 用法上面的区别吗 disarray 它更加强调 它更加强调乱 这个事情 更加强调是 失去了秩序 这样子 但是 而people呢 它强调的是这种 它强调的是变化很大 因为变化很大而引起了一些动荡 所以这两个词在文章当中的位置就安排得非常准确 所以先是有management 先是有人事调动引起的这个管理层的这种动荡 这种变化 然后呢 再是cost yet more disarray 再是带来了更多的乱 那这两个词如果把它换过来说的话 语义就不是这么顺畅了 所以说这两个词也是一样的意思非常接近 但是 是不是真的100%可替换呢 那这个就要根据具体的语境去考虑了 那在第七段到第九段呢 就来到了文章的第三阶段 也就是作者对于这个获得商业成功的一些策略的讨论 其中第七段是改变广告方式 第八段是推广电商 第九段呢 是推行创作者经济 那这几段当中 其实基本上都是在重复利用我们之前提到的writing tips 比如说做比较 比如说使用这个专栏写作和非学术写作当中才适用的fragment 未语缺失表达等等 所以我们就比较快的就略过它 就快去带过它们了 其中第七段当中的这个pioneer这个词 做名词词性 相信大家应该是比较常见的 它是先锋先驱的意思 但这个词它其实做动词也非常好用 尤其是在表示开拓或者创新 那它甚至可以去跟 可以去跟innovate 去替换使用的 但是它跟invent就没有那么好替换了 因为invent的后面通常是跟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 但是pioneer的这个东西 它可以是pioneer一个思想 或者pioneer一个就比较抽象的一个事物 所以它跟innovate会更像一些 另外viral这个词也是想要着重讲一讲 因为something has gone viral 这个表达应该大家都有见到过 说表示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或者说一下子变得非常风靡 但是要注意这个词它也是有特定的语境的 它不是说任何的东西都可以讲 something has gone viral的 比如说我就不能说online learning has gone viral 你这个说法就是错误的 因为something has gone viral 它通常讲的都是在互联网上快速风靡的内容 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这种病毒式的 让人无孔不入的 就像雇佣者这样子的传播 你可以说雇佣者has gone viral 但是不能说online learning has gone viral 那这也给我们再次提了一个行 就是在积累表述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这个词汇或者这个词组 它适用的语境 避免因为盲目的做单词替换和升级 带来的尴尬表述的问题 好那在第八段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使用了一个 破折号破折号的插入语 那它和我们常见的逗号逗号的插入语 虽然说从语法结构来看是一样的 但是呢 从这个意义上面来看 会有一些小的区别 参加过之前写作过的同学 可能会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事情 就是 a pair of dashes makes it dramatic a pair of commas makes it almost a whisper 也就是说逗号逗号里面的内容 那通常如果我是赶时间的话 逗号逗号里面的内容 我就选择跳过 就先暂时略过了 因为它是 比如说I like many apples 逗号 such as apples and bananas 那我就先跳过了 除非我不认识 除非我不认识fruits这个词 我才会去看apples and bananas 那但是插入语呢 这个破折号破折号的插入语 因为本身破折号 它就感觉比较显眼 那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强调的作用的 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例子里面 so called social commerce 那这个社交商务 它其实是相比于commerce commerce via live streaming 直播带货 是相比前面的一个概念 它是更具体 也更多人了解的概念 所以呢 对用这个概念去做一个强化和突出 去解释前面那个没那么多人知道的概念 也是会帮助读者起到降低阅读负荷的作用 然后帮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 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 好 那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词叫booster booster这个词 它就是有支持 有这种意思 然后与文章第九段当中的boost 它的用法是有一点点相似的 那第十段和第十一段呢 在讨论TikTok成功之路上面临的一些风险和挑战 那从这个 从整一个论证方法 或者说以言风格的角度来讲 其实还是延续了之前我们学到过的那几个主要的手段 那这里主要值得注意积累的可能就是两个表述 一个是amount too much是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它通常是用于否定句 那我们在讲义上也给出了例句 那另外一个呢是put something into place 或者put something into practice 将什么什么东西付诸于实践 那这样子的小表述也是可以积累下来 然后在我并且它是就是适用于学这些表述 那我们也可以积累下来为我们自己所用 好 然后到了第十一段 第十一段的这个秘密 它是梗的意思 也是一个互联网词汇 那相信经过这一节课的这一篇课文的学习 大家应该积累了不少的互联网词汇 那不知道现在我们基本上把整一篇文章的结构 包括里面的一些语言的知识点都顺完一遍以后 大家前面第一页的预习表格上面的这些互联网词汇 会不会填得更全一些了呢 好 然后第十二段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一个总结性的论述 也没有太多好说的 因为用的这些论证方法还是和之前的差不多 又是去做比较 然后这个比如说说Instagram 它是如何去学习TikTok的 然后YouTube它是怎么怎么怎么做的 然后但是呢这些东西都没有能够抢走TikTok的风头 所以最后看起来作者还是比较乐观的 那这个对于TikTok的前景比较乐观的这么一种展望 也是符合最开始前面我们提到的Disruptor这个词 它作为颠覆者 这个比较正面比较褒义的意思的这种理解的 All right 好那时间过得非常快啊 我们这个第二课的学习到这里基本就结束了 那这里我把我们重点讲的内容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是在写作的时候的一些写作或者论证方法 那是左边的这两个小齿轮 做比较和引用俗语名言 那他们想要起到的作用都是去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例证 然后或者是并且要注意 他们都应该是和前后文是有比较强的逻辑关系的 如果没有很直接的逻辑关系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记得放上一句解释 去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个比较 或者这个比较有什么意义 突出了我前面讲的哪一点 那名言俗语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要引用 当时我们说这个 引用名言俗语之后加上解释 就像是用两片面包锁住了这个 大汉堡的肉馅一样 对吗 如果大家还有影响的话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是从语言本身的角度 我们分析了这个专栏写作和学术型写作 它的这个语言风格上面的差异 那讲到了学术型写作 通常比较少使用修辞手法 语言会更加的平实 会更加的严谨 然后也要避免一些过于口语化的表述 比如说一些比较含糊的词汇 然后包括在举例例证方面的选择 也需要更加的严谨 一些尽量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然后另外在句式上我们还讲了一个 it的强调剧 主格和冰格 当强调内容是代词的时候 主格和冰格的选择 那希望通过这两节课的学习 能够对大家的英文写作 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 对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然后也期待在之后 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收到的更多大家讨论 对那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谢谢大家 大家辛苦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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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